今天我这个影片呢,就是要来讨论一下马来西亚的收入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Anshu的频道 今天呢,这个影片呢,也是讲关于马来西亚的东西来的 还在讲生活水平吗?当然不是啦 如果你要看我的这个马来西亚生活水平,也可以看回以前的影片好不好 今天我这个影片呢,就是要来讨论一下马来西亚的收入 Cellery 我听到很多身边的朋友啊,都会讲说呢,其实马来西亚的这个 Cellery呢,是低的,就是我们的label呢,是比较廉价的 好惨喔各位 那么呢,其实呢,我自己呢,也有同感的 为什么?当呢,你觉得说你一直都出不到钱,然后你Cellery没有办法增加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你的Cellery特别的低,对不对? 今天这个话题呢,是蛮有讨论性的 因为呢,钱啊,Cellery这些东西 哇,真的是每一个人呢,都很care的东西,是不是? 我们做工那么辛苦,我们生活就是要讨钱嘛,对不对? 所以呢,其实今天这个影片呢,也是给你一个参考值啦 就是说,其他行业的那个薪水呢,又是怎么样的 然后呢,这个影片呢,也特别适合那种要移居来马来西亚的啦 或者是说呢,你是一个fresh grab出来的话,不知道你要做什么行业 我觉得这个影片也是蛮有这个参考值的 就你可以从收入这一块先切入 我以下呢,所讲的东西呢,也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来的 是我从一些website那边找到分析来的 这样如果你们呢,是很想要知道更多的分析呢 其实呢,我会把那个链接呢,放在我的comments下面 所以呢,你们可以自己去了解你们行业里面的薪水 然后呢,我也不知道呢,今天我做了这个影片之后呢,会不会给人家打 因为呢,你知道吗?Cellery是一个confidential的东西 很饱满的事情,爱的 所以不容许我赚足供客一种 那么呢,先讲我的行业啦 我的行业是属于media媒体的 帮人家去买卖广告位置的 那么呢,其实你fresh grab出来呢 都差不多可以拿一个2500块 然后你是经理级别的话,manager level 你都可以拿到7000以上的 这样子如果你是director level 不用讲啦,五位数的,OK? CEO,well,30千,40千不等的 就要看你的能力 如果你到了这个position,到了这个阶级呢 这个就是你一定要拿到的薪水来的 所以如果你是underpay的话 嗯,也会有跟老板讲一讲咯 不过千万不要拿我的video给他看啦 等下如果刚好你给到的老板就是我的老板 那一讲我不是死掉 总之呢,不要摆我箱头 好不好?就是你自己做一个参考值 那么呢,首先我第一个呢,先讲一讲呢 就是jobstreet的这个report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什么是jobstreet啦 就是jobstreet就是一个让你去找工 他们呢也是有公布了一些数据呢 整个malaysia呢,它的行业的那个趋势是怎么样的 到每一个级别,它的钱呢,会给到你多少 然后你需要多少年的经验才可以爬到这个级别啦 那么首先我当然是去看我自己的行业啦 就是属于art media communication的 然后呢我跟你说 不看有没有什么的,看就是很伤心的 反正呢,art media communication 它是在top 10 行业里面呢,都不算是非常高薪水的 好伤心,我是应该转行了各位 I think so, I need to 转行了 那我在这个jobstreet的这个report上面呢 我是看到说呢,其实在2021年喔 其实computer IT啊,accounting and financing啊,engineering啊 它的这个工钱呢,是蛮好的 就是一直都是薄薄够性的咯 我看到无论是你是在哪一个position都好 你看拥有一个专业是多么的重要,对不对 那么他们刚毕业出来呢,我看他们都有2500块以上 甚至有些是有3000块的 那么呢,在这个数据里面呢 我看到最辉煌的行业呢,他们开始崛起了 我也看到有些行业呢,正在下跌 唉,在马来西亚正在下跌的就是hotel and restaurant 我相信可能是因为疫情啦,所以它是下跌的 但是呢,其实以前我也是有做过这个旅游行业tourism的 我觉得说,嗯,哇,其实hotel and restaurant 我不要讲restaurant啦,restaurant我不太清楚 但是其实你做那种酒店行业啊,呃,旅游行业啊 他们的那个工钱呢,也没有很高的 而且他们的那个精神薪水的幅度呢,是比较小一点的 那么呢,分析了那么多 overall来讲就是,呃,其实专业的工作性质 都还是呢,在一个比较top的一个位置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instagram呢,这边有一个page 叫做malaysian pay gap 然后我就觉得,嗯,它的那个information蛮complete的 然后里面呢,它有真的很多很多的这个职业呢 呃,不同的salary啦,然后跟你讲不同的经验啦 你知道吧,我在看这个page的时候呢,我 对用的就是对用那些呢,professional的career 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些lawyer呢,是赚八千块的 然后呢,这也当然我是不是很出奇啦 但是我就想要知道,到底赚多少钱 ok,然后还有dendis,dendis呢也是有七千啦 然后oil and gas呢,哇,有赚一个十三千的 这个是很oh my god,你懂吧 比较出乎我意料的是doctor 因为我以为doctor呢,是赚很多钱呢 二十千三十千 可是呢,这边的一个doctor呢,他没有讲赚比较多啦 他就赚一个八千块这样子 嗯,他的经验呢,我觉得也是蛮ok下读 我都有几年经验 我个人认为啦,因为doctor是一个救人的一个工作 很有使命感的工作 所以我就觉得,嗯,他应该deserve多一点这样子 也是有一个出乎我意料的是copyrector,你知道吗 copyrector 只是可以赚好多钱哦 copyrector 就是帮人家写文案的 可以赚大概都有六七千块 里面呢,我看到有一个呢,也是很安对的 就是nurse,护士 我觉得nurse跟doctor一样也是一个百意天使,你知道吗 就是救人那种 情人文亚故亚卡 所以要lowdoctor 一只那种tb的卡性那种 可是nurse竟然才赚一个千多块罢了 然后加买allowance 也只是一个三四千块 唄?! 唄?! 另外一个也比较low pay 的呢就是office admin 这样这个东西的话我没有的讲啦 因为可能他们承担的risk呢比较低 所以呢他们的工钱呢也相对的没有那么高啦 我的这个分析呢就要是讲完了 其实就是一个很短的分析了的 因为我还是重申讲一句啊 我不是HR我也不是做job street里面的人 我没有天天去看人家的saddle rate的数据 到底是上下上下上下好像股票这样 没有啊我没有这样多时间去研究 我只是因为做这个话题呢 所以我就去看一看那个数据 然后才发现里面有好多的新大陆啊 这是太多太多的知识了 所以呢我觉得各位如果要找公司的时候呢 这是可以去看一看这方面的资讯 我自己呢是蛮想try try这个video editor的 所以呢各位如果你是一个video editor的话呢 你可以呢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或者是你pm我也可以 好啦看完这个影片的你呢 你的薪水呢又属于是哪几层呢 然后你的目标又要fight到去哪里咧 那各位你又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知道的 就是一个公开的讨论嘛对不对 那么呢今天的影片呢就到此结束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like share comment啦 订阅andstreet打开个币小铃铛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bye bye by bwd6 by bwd6 by bwd6